再来给这一棚蝴蝶兰做一下修剪 因为这个蝴蝶兰已经是开败了 最后一朵花已经掉下来了 这里讲的修剪是对这个花枝进行修剪 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像我的这一种 它的这一个花枝的话不够健壮 不够健壮的情况下就可以从底部把它剪掉 到时候又会从这个底下发出这种壮的花枝 那如果它的这个花枝是比较健壮的 像我的这个还不算健壮 比较健壮的就可以留个四五节 那么它就会在第四节或者第五节的这个旁边 抽出这个花枝来 大家看这个花枝可能是因为我这盆蝴蝶兰买回来的时候 在运输的过程中有点受损 要不然它也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冒出一个花枝来的 那么这一个我也给它剪掉 这样就剪好了 如果你的蝴蝶兰也像我的一样开败了的话 那就赶紧给它剪 因为如果剪的不及时的话 它就会浪费营养 影响第二次开花 所以是我们将这一样开花枝 这个就要那么多好 但是我们要点击地的肩兰晚 现在就把它 Catherine 现在就全红帅 有着击地的肩兰晚 那就是我做的 就是把这个切的肩兰晚